食物饮食 食物饮食现在呢 我们将要邀请出来的呢 就是雨林姐姐和小胡姐姐 她们将教大家如何DIY加加酒 登登 就是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饮食 对 对 今天我们要教小朋友一起玩加加酒 这个加加酒是真的可以吃的吗 还是魔王而已 可以吃的 雨林老师可以吃吗 雨林老师不可以吃 可是我们节奏有便当可以吃 那这个香菲就我们待会给午餐咯 是的 好 那我们就现在马上先开始 先认识 今天要教大家认识豆子 好 那在那之前呢 我就先离开了 拜拜 OK 好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玩加加酒 有 相信大家平时在家里都有在做那些就是 麻萨麻萨的 对 我小时候还是会到那个花园啊菜园里头 然后把那些小的豆子小的花槽撕开 然后自己自己在做 小朋友你有这样子试过吗 你有吗 有啊 小时候就可以拿那些豆子 甚至就是拼成一些图片这样 哦还会拼图 就是就是有点像是绘画用豆子 哦好棒好棒 以前美术都会做过这些东西 不知道小朋友现在有没有做 应该我相信小朋友们还是会觉得很好玩的 因为每一个豆子的颜色都不一样 像我们现在这一边 对 哎这边有好多的颜色的豆子 哎我只要小心一下 你看这些颜色豆子都有不同颜色 好这个有绿色的 黑色的 哎白色的 还有黄色的 最后少不了就是最常见的 红色 是的所以这些豆子呢等一下呢 我们就一一给大家分享 然后呢今天我们演一下那个班长 刚才有讲起就是说我们会有送三份礼物 所以呢今天不要错过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 一定要留守到最后 然后我们问一道问题 小朋友如果答对的话 然后再帮忙share出去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礼物 请班长们呢就把我们送出去给幸运儿 哇到最后还有豆奶喝哎 对太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事不宜事 马上开始进入学习环节哦 好那现在我们刚才也介绍过五个颜色的豆子 那五个颜色的豆子呢 相信小朋友们有一些认识 有一些是不认识的 对 所以雨林姐姐你认识哪一个豆子 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一个 诶这是什么 红豆 红色的来我们看给画面 那前面的小朋友看一看 红豆 对 对 你一首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的 你来的 好吧如果这些小朋友有被古诗的话 就应该知道 红色的豆子那就叫红豆 有吃过红豆水吗 有啊 诶那你最常用红豆做什么 就是红豆糖水 想必有很多妈妈们在家都会 就是做给小朋友们喝 放一些斑南叶啊 糖啊这样子 哦做糖水 对 而且呢小福呢最喜欢的是 红豆冰 哦 哦 哦 对啊 如果就是做了红豆糖水的时候 水都给人家喝完 豆子没有人吃 对 怎么办 可以尝试做红豆冰 嘿 还有呢 来下一个可以介绍的是什么 绿豆 诶有红色 就有绿色 绿色我们也可能大家会叫的是青色 那青色的这一个呢 我们叫绿豆 那绿豆还有什么样的用处 绿豆呢基本上是可以就是降火 下火还是降火 下火降火 都一样啦 哈哈哈哈 那绿豆常常在哪 哪边可以见得到 哪一边可以见得到呢 秦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变成什么 如果绿豆我们常常会变成 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它的面貌会不一样的 诶我想必就是小朋友们 在学校应该都会做这个实验 就是用绿豆来种豆芽 诶对 有种过豆芽吗 应该小朋友都知道吧 所以绿豆呢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泡水 然后种 它呢就会长出一颗颗白色的豆芽 就是草莓碟上面里面 最常有的那个啦 一种蔬菜 对 有的小朋友可能不喜欢吃 是 对所以不能挑食哦 可以尝试慢慢吃 慢慢吃 可能这一次我们吃两颗 下一次就吃五颗 慢慢增加 对 因为每一个豆芽都有它的营养 好 有红色 有绿色 那小朋友记得刚才我们有讲了吗 还有 黑色的 是黑色的豆芽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黑色的豆芽 黑豆 很有趣对不对 我们的豆芽 或者是我们的世界里头 有很多颜色的豆芽 不是一种颜色 五彩兵分 对所以黑色的豆芽是有什么样的好处 黑色的豆芽呢 基本上呢 它其实是抗氧化成分很高 抗氧化就是让你不会老哦 小朋友现在还是很年轻很活力 所以有时候妈妈叫你喝黑豆奶 为什么 因为希望小朋友能够茁壮成长 然后有像妈妈这样子也不会老哦 哇 小朋友一定要多吃 是的 黑豆呢最常我们就是 泡在我们市场外面买的 有豆奶 有黑豆奶 所以呢 黑豆奶就是从这些黑色的豆芽里头出来了 而且啊 阿公阿嬷哦 她的头发白白的时候 其实很适合喝黑豆奶哦 对 那为什么头发不黑呢 对啊 它会长出黑色的头发啊 所以下一回如果回到家乡的时候啊 看到阿公阿嬷 哎呦头发白色了 不用紧 阿公阿嬷你就趕快喝黑豆啦 每天都邀请她喝黑豆 好 还有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 而且我跟你讲 白色的你看这个豆子里头 还有一点点的黑黑的 是 小朋友猜得出是什么吗 他长得很像眼睛 对 很有画面感 很像眼睛 OK 这个呢叫做眉豆 眉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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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毛的眉 对 是红色耶 就是眉毛的眉 这两个本来吃的好吃 OK 好 这个眉豆的眉呢 这眉豆的眉 啊 这眉豆呢 其实就是 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什么时候有吃过 可能小朋友对眉豆比较陌生 是 而且我很少看到啊 对啊 怎么办 这基本上呢 现在最近一个传统节日要来了 我们就会比较长 传统节日 小朋友猜猜猜看 新年过了 对 中秋还没来 应该就是粽子 对 就是端骨节 哦 吃粽子的里头 会有眉豆 通常呢 传统的粽子里面 我们都会把眉豆加进去 哦 那眉豆有什么样的功效啊老师 这眉豆基本上呢是可以帮助去水肿 哇水肿 就是身体感觉胖胖的 不舒服的时候 很像脏脏的时候 嗯 它可以帮助就是消掉多余的水这样 哦 所以眉豆也可以做成糖水咯 哦对 哦 然后 其实传统方面还有用来做梅豆糕 梅豆糕 哇 这回我没有吃过耶 下一次可以请老师加加教里头 叫我们做梅豆糕 可以示范给小朋友 还不错哦 这样下一次呢 我们也可以尝试 请爸爸妈妈 或者是我们在线上呢 跟大家分享 怎么做梅豆糕 好刚才有五种颜色想想必哦 小朋友的那个记忆力超好的时候 一定会记得另外一个豆子的颜色 我们最后一个豆子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衣服是什么颜色 黄色 所以还有的就是 黄豆 黄豆糊糊糊 小心小心 OK 好 这样子还带小朋友那边 是 黄豆到底豆子会比较圆圆一颗 我们真的可以看一看 比较小一颗比起其他的豆子 嗯 是 黄豆一般上的我们很多用途 对不对老师 对 我们其实最常见的呢 小朋友们喜欢喝什么 喝 喝 喝豆奶 豆奶 对就是用这个黄豆而制成的 哦 就是黄豆磨成的豆奶 就是变成它的取出里头的奶汁 就是黄豆的奶汁 就是变成豆奶了 对 然后其实 日常生活上面的食材 也会见到用黄豆做成的东西 例如呢 例如滑滑的 白嫩嫩的 豆腐 对了就是豆腐 哦 还有我相信如果有豆腐的话 一定有豆腐花 我也是想到那一个前夜 是 豆腐花应该也很好吃 是 哇 嫩嫩的 还有什么样的豆子可以做成啊 就是黄豆做的东西 黄豆做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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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小朋友也是很喜欢吃的这个豆皮啊 豆干啊 这些通通通都是从黄豆来做成的一个东西 那今天呢 我们这五个颜色的豆子呢 都介绍完了 而且呢 豆子呢还可以给大家知道一下 你小小的一棵哦 你不要看它这么的小 可是它的力量就很大 而且它可以种出一棵小树 是 这棵小树呢 就是长绿豆 所以呢 这棵小树 好比说我刚才讲了 是长绿豆 那红豆呢 就会长红豆 所以如果你想要试试看 这个这样子 小小一棵 它其实也是种子 是 一些小朋友们 不妨在家里可以试试看 就用一些小的容器 种一些水 然后试试种不同的豆子 你就可以观察出 长出来是什么样的 我小时候我就在想 我们就是用绿豆长啊 绿豆粽啊 就是变成豆芽 豆芽可是其实如果你不拔它 你再让它长 放在泥土里头 它真的是长成一棵树 是 然后它就是绿豆 绿豆夹 绿豆夹 绿豆夹出来 然后里面都有绿豆 哦好棒哦 是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 我们吃的这些粒粒一颗颗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种子 而且是富有 富有这个非常好的营养跟能量 是 小朋友们要就是健康 茁壮成长的话 就要多摄取这些健康的豆子 嗯好 除了刚才介绍这些豆子可以玩 可以就是认识它之外呢 可以做不同的料理之外呢 今天啊 雨林老师要给我们教大家做的就是 我们随便一个豆子里面的颜色就是 黄色 黄色的豆子能做出什么 就像现在刚刚有讲起的是不是 对 我们刚刚讲起了就是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豆腐 哦豆腐 对 所以你今天要拿黄豆做豆腐 我们今天就要用黄豆来做我们便当的一个配料这样子 哦 所以主角就是豆腐咯 对就是豆腐 然后我们也玩了一些小玩意小朋友可以在里面一起尝试做的 就是我们会把它做成小黄人minion的造型 诶 你知道小黄人吧 好 那现在呢我们事不宜师马上要开始做便当咯 开始 好 那我们先稍微离开这个豆子 好 回来了 那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小黄人便当 小黄人造型的便当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事不宜师马上开始了 对 然后因为是小黄人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饭呢 就准备了黄色的 嗯 可以告诉小朋友们我们黄色的这个饭是怎么弄来的吗 黄色该不会是用黄豆吧 嗯 对 不是的 嗯 如果是说大自然里面有黄色的黄姜 黄姜 对的 哦 里面的黄姜颜色可以取出来做成黄色的饭哦 对其实基本上呢我们就会拿黄姜磨成粉 嗯 然后就把它跟饭一起煮就会染成这样黄黄的饭啦 太美了你看 对 黄色的饭耶 金光闪闪的 是 而且是健康的色素哦 好香哦 那请问一下老师在这个黄色饭煮的时候是冷淡的一个简单的煮法 可以讲我们目前的大朋友跟小朋友 对其实煮饭呢就是平时你煮饭一样一杯米 嗯 一杯水 嗯 然后你再加就是一丁点的黄姜粉 就可能四分之一叉匙 因为黄姜粉其实上色功效非常的强哦 就是说少少的一点点粉它就可以把整个饭染到黄黄的 是的 然后你就可以做小黄人造型的便当或者做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也是黄色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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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黄色的都可以用这个饭 嗯 好所以里头呢除了就是用黄姜 可能你可以稍微调味一下放一些盐啊 糖啊 还有一点点的椰油 对 它就会有椰香味 有点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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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闻起来的那个味道就有这样子的感觉 好 还有呢 还有当然少不了一些蔬菜咯 嗯 小朋友们一定要吃怪怪吃蔬菜 为什么 这样才能摄取 我的人都不喜欢吃 这样才能摄取里面的维他命啊 营养素啊 才可以健康长大 嗯 好 所以呢今天 请问雨林老师准备了什么样的蔬菜 给我们配搭在这个面面饭里 饭和里头呢 我们今天呢就准备了西兰花 西兰花 西兰花 是小朋友很讨厌吃的东西 是吗 是吗 有一些小朋友可能都不喜欢吃 就是这个 怎么办 老师 可是花 西兰花 西兰花 西兰花的营养成分真的很高 哦 好吗 那我们这次要try一下咯 对 抗癌功效哦 抗癌功效哦 老师 小朋友哪里知道什么抗癌了 讲的有点远了 这样给大朋友听 大朋友哦 OK 好所以呢 这个西兰花其实呢 你只要汆烫过水 而且可能稍微放一点点盐 跟油 其实它就可以去掉一个很很重的轻微 轻潮了 小朋友可能不喜欢吃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这个东西太硬太难嚼 是所以呢 哎 轻轻的味道没有了之后其实也可以接受啊 是 对啊 如果说爸爸妈妈可以的话呢 可以加一些蒜进去 完全就盖掉那个菜的味道 可是如果小朋友一直胜呢 啊 小朋友这样子就不好 哈哈哈 这个老师好凶哦 OK好 没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很漂亮的这个红萝卜 嗯 这个红萝卜我喜欢吃 而且呢 吃多红萝卜听说眼睛会发亮 对 想被小朋友们都要一双明亮的眼睛 是而且最近呢 常常对着电视机啊 平板电脑啊 常常的眼睛就会很容易受损 所以呢 我们要赶快扩持一些帮助保护眼睛的一些食物 好比说红萝卜 嗯 这些呢都可以帮助你的眼睛 嗯 比较悬亮悬亮 不用常常带眼睛 很辛苦耶 对啊 就是真的 对对对 像有带那个眼睛的小朋友 快点告诉我是不是很辛苦 是不是 OK好 所以今天呢 老师就准备了这个颜色很丰富 黄色 红萝卜的 橘色 然后还有青色 绿色 对 好美耶这颜色 然后还有你 这就是我们主角 我们的主角 用黄豆 哦 刚才的黄豆 来我评论了 回来 黄豆 就是用黄豆制成的豆腐 哦 不是你自己制作的吗老师 哦不是 这是买在超市里面买的 哦 很诚实的老师 但是呢 也让大家清楚的知道 原来豆腐呢 是从黄豆制成的哦 对 然后这个稍微处理 有用的酱油 其实酱油也是用黄豆制成的 什么 是的 哦 对耶 小朋友每次在讲 妈妈做饭的那个 黑黑的酱油 对啊 都是黄豆 都是吗 都是黄豆 所以只要是 那种什么我们讲的 就是除了番茄酱 那当然就是黑黑色的这种 酱油呢 其实都是用黄豆制成的哦 是的 真的很棒耶 黄豆的那个 什么都能做哦 是 来我们先顺便也看一看 有没有一些小朋友 刚才有跟我们讲 嘿 对 好 先上小朋友们 可以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哦 像余余老师班长这样子 刚才就是有hi-fi这样子 诶 有人也说 欸 Minion 好可爱很可爱 好那我们就马上 师傅医师就要开始 教大家做便当咯 是的 好 还有我们现场 可以 那我们在做便当的时候呢 就是其实也要让大家知道说 在自己自作自己的便当的时候 也可以很清楚知道 里面的材料 跟有什么好处 而不是说 别人煮爆了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呢 其实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也可以吃得安心 也可以吃得健康 所以不妨如果真的是MCO过后呢 大家也要开始上学 也可以自己做便当哦 而且乐趣无穷哦 是是 好 那现在要开始 好 因为做饭团 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一个保鲜膜 好 做饭团呢就是要捏嘛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清洁了你的手 是的 一定要洗好手 好今天呢 小朋友就先看我们两个人呢 就先给他做这个小猫人的便当 然后呢 自己呢 再夹再可以跟妈妈爸爸可以一起动手做 OK 好喽 我们的小朋友也开始陆陆续续送信 我们say hi了 来 帮我帮你请你一下哈 朋友呢 OK 好 好 老师准备了两个碟子哈 这两个碟子是 包饭用的 一个给你一个给我 哦 就是我也要动手 是的 要一起做 好吧 我也尝试一下 好 好 那现在呢我们先拿饭 这个黄色饭 刚才也有小朋友问起啊 就是说这个黄姜味啊 会不会很重啊老师 可是因为我们 其实黄姜本身有一定的味道 但是因为我们就加了椰油 嗯 所以基本上像小狐姐姐刚刚闻到 都是椰香味 就很像马西冷马的味道 是的 而且椰油跟椰奶 就有不同 椰奶就负担比较重 椰油的话呢 其实身体的代谢啊 或者是身体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个能力啊 范围也比较大一点 好 要放多少呢老师 差不多 四汤匙 三到四汤匙 嗯 三到四汤匙 嗯好 盔天有跟我们说哦 分享太长 其实不是分享 因为呢前面的那个开始呢 也是让小朋友先认识豆子啊 因为在厨房里头的材料啊 或是一些用具啊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说 让小朋友先明白 认识一下 是 食材要明白哦 不然的话等一下搞错了 红豆就变成别的豆子去煮了就不好了 味道就不是我们想象的 是的 好 这个基本上呢 好朋友们 就这样包起来那个保鲜膜 哦好 然后转成圆形 转成圆形 就是这样的 是 然后尽量压得扎实一点 要不然呢小黄的会松散掉 哦好 好 嗨 嗨小黄 嗨小黄 哇好多朋友已经上线给我们飞开了 我想并 想并如果今天我们做得好 可能大家也会在家里开始做咯 对啊 对对对 这小朋友应该都会很喜欢 嗯 颜色很鲜艳 是 好 椭圆 椭圆啊 哦这样我可能还不够多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圆圆还不够多的话 你可以再一直再添加 对 好 所以就根据你想要的大小来做 OK 差不多这样子 记得要压得扎实 好的 嘿 好腻 好了差不多这样 好腻 就是有小黄人的头出来了 哦所以小黄人的头是椭圆形的对不对 对 椭圆形的 哦不是纯圆形的 对 你会唱那个小黄人的歌吗 老师 唱一下吧 要一起吗 我会 我会 小朋友应该都会唱 嗯 巴巴巴拉巴 巴巴巴拉巴 哦巴巴巴巴巴巴巴 OK 好这样子 橄圆形 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就是所谓的便当盒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便当盒就可以准备好 而且不同的便当盒就是方形圆形的都可以 没问题 好腻 然后我们就放一边 嗨各位新进来的朋友 刚才也是有一些朋友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小黄人便当 前面给大家介绍跟教大家去分辨这个种子 也就是说我们的豆子 所有的豆子也就是种子 所有的种子其实都可以做成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好吃的 那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就是黄豆做的 豆腐啊 这种酱油酱料的东西我们都做在里面 好 然后倒进去 轻轻倒了 要不要倒盘 好腻 好这就是我们的办法 先倒好 先倒好 老师好熟熟哦 常常做便当哦 有在练习吗 来老师来这个 我们已经做成一个 一颗饭碗 捏得不够扎实 对它还不够粘性 所以我们可以先 我们可以先 汤匙进去 不然你再倒好 嗯 好 要当小朋友 是的 是的 好捏 而且很多朋友呢 陆陆陆续续呢 就把这个小黄人的这一个图片发上来 相信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这小黄人 嗯 嗯嗯 OK 不然我们再上面做 好 嗯 我们这样子 也可以啊 然后我们就 要做他的眼睛 鼻子 还有背巴 有 有 有 老师你的声音有点小 哦 是 老师你今天要讲大声一点 好 可以吗 声音可以吗 OK了 谢谢你 谢谢你的 就是回馈啊 让我们很清楚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对 好 就捏了 捏了 我们在盘子上面做 先在盘子上面先做 因为呢 有时候呢 容易送散的米饭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先 在那个上面先做 而且爸爸妈妈可以就是 确保那个饭肉一点 会比较好 哦 因为我们放了一阵 它也比较冷了 哦 明白 然后呢 做眼睛 做眼睛 到底眼睛要怎么做呢 颜色不一样吗 对 黑色的东西 我们会用什么呢 可以吃 可以做造型的 来 就是很常会选择的这个 紫菜 是的 叮叮叮叮叮 来老师 请 紫菜 然后过后大家还有就是 眼白的部分 呃 白眼球的 我们就用了 cheese 哦 好 所以呢 现在我们是先剪一个圈圈吗 啊 剪两个圈圈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叠起来剪 所以那两个圈圈的大小会一致 哦 对 不然的话等下我的眼睛都不一样了 你大一小 哈哈 好那我现在马上来剪一个 然后另外一边呢 我就会用这个cheese 来做眼白的部分 你的那个要比这个大哦 哦 因为我的眼白是这么大 对 眼白要这么大 ok好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事先先的也很好 是 好 好腻 我们有准备一个小盖子来印出来 这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如果说在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做的时候 可以一起做 也可以自己来做 然后一起吃 诶 想过去大还是学校假期 好吧 我的现在我的那个 那个 就剪了 刚刚好剩两张哦 好吧 ok 这个做大吧 真的很大 所以还要再小一点吗 可能要再小一点点 好咩 因为我们饭团其实也没有做到很大 你这个可以做一只眼睛干眼的名 哦 哎不错耶 真的够大 可是不行啊 因为你刚才讲说有两个嘛 那我就有两个咯 一个给我一个给你哦 哦 这样我们就做当眼了 哦 然后呢 他还有那个眼镜的旁边 方方 方方 这两个 那你就剪一个长条的 可以 没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剪了两张 好 好 再来呢 就是要给大家做的 弄的那个就是他的眼框 眼框就是长方形嘛 对不对 对长条的 是的 就这样 嘿 对 一样长条形 而且剩两个对不对 对 对 你其实可以剪一大条 然后我们直接放 啊 也可以也很好 对 果然不是下厨的 常下厨的老师都很知道说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在家里 爸爸妈妈可以帮忙知道 真的是很棒 是啊 又有互动 嗯 变长了 变长了 然后我的白眼球也完成了 白眼球 OK好 基本上呢 就只是这样子棒 就成了一个眼睛 哦 哦 还有皮色的一个小点吗 对 还没有一个黑眼球 对 马上做 哇 也有朋友说我们有创意100分耶 谢谢你的赞赏 谢谢 我们其实可以在家里多发挥一下想象力 因为这个时期啊 其实也是很好 让小朋友们的自由发挥 自由想象去做自己要做的 好比说 喜欢那个卡通啊 你骑老鼠也可以做啊 对不对 是 其实很多造型都可以 是 试一下 给他一个眼睛 登登 我们的眼睛完成了 单眼 为 单眼 OK 所以这回呢 我们都做一个单眼 嗯 好 那其实呢 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呢 尝试就是一个人呢 在做这个便当的那个饭团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呢 妈妈后爸爸呢 可以帮助他们 先去做摆盘 因为那摆盘了以后呢 就是放到那个饭盒里头啊 嗯 那个饭也不太容易 就是一直 好动 是 有的人就说 哎怎么办 我的那个米饭呢 不够粘 其实你如果要稍微粘性多一点点 你可以下一些小糯米啊 或吃日本米啊 这些就可以把它的粘性比较强到比较高 对 比较粘的一些米 是 我还需要一个 有 好 然后这个可以多一个吗 嘿 有 马上剪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小嘴巴 其实可以用这个 哎 刚才剩下的那种续续小小的都不用担心 都可以全部用上 这种弯弯的呢 可以做它的嘴巴 哦 做嘴巴 撐刀子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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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是剪心的 应该我们剪它的眼睛的时候 对 嗯 这可能要再剪半 剪半 对 小心 而且用力气的时候 那种剪刀的时候 务必可以请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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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小朋友太小的时候呢 可能这些尖尖的东西啊 会不小心撕到手 而且呢 記得不要朝向就是有人的那個部分 這個呢 盡量往下 這些東西都要小心喔 是的 好咪 我這個也好了 嚐了這一條 這一個 嘿 好吃 好 謝謝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了 放在飯上面 就成了那個單眼的眉眼 哦 其實最重要是他的眼睛 只要眼睛做得像 然後身體黃黃色的就有等級了 是 我們或許可以先擺一排 然後過後再下飯 是的 好 今天我們準備的這個飯盒呢 是黃色的 也是黃色 也是紅色 金黃色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個同學叫文莉同學的飯盒 所以呢 我們趕緊過來跟大家去分享 好 來 老師請你直接我們現場 這樣子看到的來擺齁 好 我們可以放一些蔬菜在旁邊 先放一些蔬菜 好 這樣子放喔 也可以 老師很喜歡吃這個野菜好了對不對 嗯 我覺得花椰菜的味道真的很好耶 欸 為什麼 營養成分的味道 就純屬是營養成分嗎 它味道也很好 欸 再來就是這個主角 我覺得老師請你再形容多一點點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們現場已經做好了 然後就是馬上做擺盤的動作 所以請問老師這個是怎麼做的 其實主要就是買嫩豆腐 嗯 那種白嫩的刮滑的 然後夠切片 稍微煎一下 用油煎一下 過後再調醬油脂就可以了 醬油嗎 所以調醬油脂的時候 它裡面需要放一些什麼樣子 就只需要醬油跟蜂蜜 嗯 放蜂蜜 對 所以它吃起來就鹹鹹甜甜 好棒喔 原來有這個秘訣 所以可以試試看 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擺盤 對 把它放在這個花椰菜的上面 上面 就顏色上會比較 嗯 好 來 請你擺盤 我可以稍微移動一下那個鏡頭 那你就擺著手就擺盤了 好 呦 小心 是的 好 其實基本上就塗在上面 哇老師 你平時都有在自己做便當嗎 還蠻常做的 像以前上課都會做一些上課 這邊是一片豆腐的量 哦 小朋友可能吃不完這麼多吧 如果大班一點的小朋友肯定能吃完 而且放學回家之後就是很麻 很累 而且小朋友很喜歡吃豆腐耶 為什麼 蛋白質很高 哦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身體茁壯成長 對 就是你的身體長高長大大隻 變壯的時候都是要靠這個豆腐蛋白質 對 肌肉的發育啊 都是需要蛋白質 是的 好 我們就這樣鋪在上面 嗯 好 好 這樣子我們就看不到蔬菜了老師 是不是 嗯 看不到蔬菜了 我們就可以藏在下面 好讓朋友的小朋友帶去學校 哦 OK 好 你 好 我牽一點 這樣子 你要幫我 你要幫我修衣 好 我幫你 髒事髒事 髒事髒事 小灰姐姐妳感會比較好 嗯 既然妳說了我就承認她 好 等一下擺不美的時候小朋友講去 耶 我也擺到這裡 哈哈 好 每個人都看得到哦 每個食物都看得到 其實花椰菜這樣綠綠的真的很好看 嗯 好嘞 好 所以現在呢 現在呢我們就來處理飯的部分 而且我在想啊 除了妳今天這樣子捏一捏這個飯之外呢 嗯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我們把飯直接撲上去 撲上去之後呢 其實也是可以看到它平坦 那小朋友不會說 欸 帶到學校去多搖晃一下 她的那個頭就閃掉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哦 就這樣子撲在上面 除了我們這樣子捏 這個是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呢 我們要教大家呢 可能就是妳把它已經是成了一個空位 是 然後呢妳現在把飯呢 直接擀在上面 就變成它是一個圓形 或是方形 妳自己擀在裡面的話 嗯 對小朋友帶去學校搖搖晃晃的 對對對 因為我很常啊 我記得我小時候有一個有一次 我的同學呢她就是帶了一個便翻來 嗯嗯 她也是做的蠻美的 後來呢 結果那個便翻來搖晃了兩下之後呢 就散了 然後她就當場就哭了 哭了 然後我就在想說 好可是她媽媽也很重心的在做便翻 對啊 對 可是她就是難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看 因為她的空間很大 你看 嗯嗯 也可以馬上放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OK 嗯 好 嗯 給她一點菜 對 給她一些頭髮 對 給她一些頭髮 對 給她一些頭髮 啊 可以放一些橙色 對 給她幾顆 我好想帶這個便當 哈哈哈哈 給她帶黃色的三根頭髮 有點像大番薯一樣 三毛 三毛 是三養 三根毛 好嘞 好嘞 然後上眼睛 給她帶框框 框框 有人好期待你的作品喔 然後有人90 90是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啊去90後的東西 對不對 嗯 啊 然後呢OK 她的笑容 給她添上去 其實大家可以沾一點水喔 所以她會比較黏一點 哇 好棒喔 給大家看一下 來你拿著 我去把鏡頭弄一下 瞧一下 哇 OK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小黃人便當 哇 好棒喔 這一個呢有碳水化合物 有主食嘛 嗯 然後又有蔬菜 還有蛋白 這個應該是講給媽媽聽的嗎 嗯 對 哈哈哈 可以準備這些給小朋友吃啦 是是是 所以呢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東西呢 都很容易找得到 是的 欸等一下我要移一下 往後移一下 嗯 對對對 要瞧一下 OK好 所以呢今天的這個 小黃人便當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是的 哈 對我相信呢 小魚就是 Jolie老師呢 也曾經教過大家做這個便當 或者是說他其實也很喜歡動手的時候啊 做這個便當應該對他來講是不會難的 對嗎班長 班長班長 班長班長 OVER 換班長 班長 班長已經出現了 嗨 班長我們的這個便當已經做了 你看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這裡呢 有好多很多的留言 而且呢 大家都給妳一個評分了 妳要知道妳的評分是多少嗎 哦 就是那個90嗎 哈哈 欸錯錯錯 哪裡只90 這個我已經不會算了 還有太多太多太多的零了 那基本上 OK 好 好謝謝大家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給我們的這個支持 還有這個機會啦 是 那今天DIY++9呢 其實也算是很成功哦 老師欸 我們第一次 好然後等一下呢就可以送給那個Jolie老師吃 真的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當然在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們講節目有 就是有講說要給小朋友們送禮物對不對 對 那我們要問幾囉 哦 哦 是不是有問題要問哦 好啊 是的 今天呢我們這個算是叫做小黃人便當 主角呢是豆腐 那請問一下小朋友 豆腐是用什麼豆子做成的呢 什麼顏色的豆腐 剛才你們有沒有聽課呢 小露還有雨林呢 剛才已經介紹了很多種不一樣顏色的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大概猜一猜 是哪一種顏色的豆子 嗯哼 好猛險哦 哈哈哈哈 這是怎麼樣 幫助小朋友 哈哈哈哈 所以基本上只是問這是什麼顏色 哈哈哈哈 是的 好 嗯 請問小布和雨林我們不如既然我們要送出三份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一人選一個好不好 好 可是我不知道我這邊的那個line會不會慢掉 哦沒關係 但是因為哦我們每次每個人的那個那個速度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會依據最快的人來選 我們就看我們不依據最快回復的人來選 我們就看可能上面有一個cheryl baxter 然後又答對答案的那個朋友 就會成為我們的幸運兒 好這樣子就是代表說我們各別選一個對不對 我們先這樣子看下去對不對 好那來雨林老師 好那我來 滑滑一下呢就趕快選 看誰答對的答案 好 嗯 哇這裡有好多對的答案哦 嗯嗯 真的很多個耶 我覺得這些小朋友都好聰明哦 是哦 真的有興趣 那我就選了一個 那個Yvonne Yau Yvonne Yau Yvonne Yau 她也是cheryl來的 就是說她也有幫幫我們share哦 對 有幫我們轉發 好的 到我 那小玉老師你準備一下哦 我這邊隨便稍微看一下 哈哈 我已經有興趣到了 哈哈 好那我就選這個 西兵林 林心兵 應該是 應該是 西兵林 好 那我這裡呢就會選 Chichiro 好的 好 所以三位新女兒出來哦 恭喜你們 恭喜你們 那這三位朋友呢 你們可以自己 直接 PM給我們的專員 就是在PM那裡 send一個信息 那在那邊呢 他們會再聯絡你們哦 然後跟你們拿那些詳情 最後呢就會把這個禮物給 發給大家啦 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歡 因為那個 也是黃豆做成的豆奶哦 對 哦 所以是一系列的 是 我們今天做好準備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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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余玲也是穿好黃色了 哈哈 好那今天非常非常非常 謝謝小布還有余玲 跟我們的分享 然後她的那個便當呢 真的很好看 那當然除了好看之外呢 他們的食物也是超好吃的 所以姐姐真的是強力推薦給大家 好那再一次呢 嗯我們希望很快就會見到 再次見到你們 下一次是幾時呢 嗯這個暫時是一個移民 哈哈哈哈 對啊 這樣做別的那個小儲菇条 再一次 好啦那再次我們感謝大家 感謝小猴子與您 好謝謝班長 謝謝班長 各位小朋友掰掰